第九題 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這一題呢沒有散熱 那麼怎麼樣去算熱呢 就是H等於MSDT 所以高溫的會放熱 低溫的會吸熱 現在呢 放熱的就是我們的65度C的熱水 吸熱的就是我們 30度C的冷水 所以吸熱的MSDT 質量是150 正確的寫法呢應該是要150 公升要先乘1000 換成所謂的毫升 然後他再乘以就是體積要乘以密度是1 才會換成質量 因為乘1水就有乘沒有乘沒有關係 那麼乘1000我們也可以不要做 只要我們左邊跟右邊呢 都是用公升 那麼單位都用一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的質量就寫150 比熱是1 溫度變化呢最後的溫度是40 剛開始的溫度呢是 30 溫度是30 那麼 放熱呢是65度C的水 65度C我們不知道我們要放多少 X比熱是1 那麼呢高溫呢是65 低溫呢是40 所以呢這邊就會變成 25X 這邊就變成150 乘以呢10 乘以10 這個消掉呢這邊是6 所以呢 X就會變成60 所以呢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呢 應該是要加入60 公升的水 所以我們呢答案呢選的是B 第九題我們答案選B 60公升 谢谢观看